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法轮功的基本教义便是诅咒科学 诋毁科学 特别是西方人 你们真正信的不是宗教 是我们的科学 科学的所有的发生的 产生的经典 认识事物宇宙生命 可见法轮功一出龙就摆出一副与科学势不两立的架势 李洪志在全球满天飞 每到一处都堂而皇之地攻击科学 向科学挑战 谁批评迷信就是用科学的棍子打人类最本质的东西 另一方面又把高举无神论旗帜以事实和逻辑为基础的科学 繁咬为最大的宗教 像李洪志这样一届草莽之人 出于对科学的仇视和炒作法轮功的需要 居然不知天高地后 故作惊人之语 向牛顿和达尔文宣战 若人是原理的计划来的 那根本就不是 还有许许多数问题都可以给它说起 关于地球的气力的问题 万有引力也是错的 科学也打出一个词来叫万有引力 李洪志在他的歪书中 更随处嘲笑万有引力 说达尔文是欧洲最大的耻辱 一个卖狗屁高药的江湖骗子 却幕后而观振振有词 坐在现代社会的大雅之堂里 对人类科学巨匠和经典妄加披抢 真有点黑色幽默的一味 连穷乡辟长的中学生都知道 万有引力和进化论是近代科学的经典和基石 世界发展到今天 难道我们国家还要退到 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 在李洪志这样的层次上 与他大费唇舌 从头讨论万有引力和进化论吗 李洪志咒骂科学 同时否定现代科学 给人类带来的文明和福祉 他的妄想症是随时发作的 吹牛归吹牛 李洪志照旧坐着科学发明的飞机 全世界满天飞 使用着科学发明的大哥大指挥中南海静坐 利用科学发明的英特网发布指令和经文 特别慌疼可笑的是 李洪志既仇视科学又对现代科学知识完全是一脑袋匠 却偏偏偏偏偏喜欢搜络一些自己毫无所知的科学名词和术语 故作高深 强作解人 云山雾罩 四处卖弄 一方面显得博学多才 一方面为推销法轮功寻找新的卖点 比起历史上的邪教头目 李教主的确多了些时代特点 请看他的高论 澳洲的上空 就是在南极上空出现了臭氧床的漏洞 我现在科学说 说这个工业的废气和冷气发出那个 那个 那叫富良 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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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发那个英语的音了 其实我告诉大家 可是他不是科学给 把那个气体造成那个窟窿 他为什么不得欧洲的地方造成窟窿 为什么会得在南极没有人的地方呢 是因为神看着这个废气太多了 自己敞开了一个窗户 把这个废气放出去 然后再关上 明明是科学发现了南极的臭氧空洞 全世界都在采取保护臭氧层的措施 李洪志却马上接过来 别出心裁地塞进自己的黑货 胡说是神为地球开的透气窗户 大家知道那个北京这个天气啊 政府啊 大家着急 这个北京怎么了 这两天呢 还有这个是雨 像云不是云 像雾不是雾 空气中的悬浮物质啊 颗粒还都很大 眼睛都看见了 说这个是汽车的废气 美国的汽车多得简直了不得 公路上像水一样的在流 哗 像雾 多少几十年了也没有污染那场 所以它不是汽车的问题 空间中啊 存在的那个非常不好的那个微观物质 不断地下落 它从哪儿来的 老也不散 它是从微观上来的 所以就查不清它从哪儿来的 那个猎人颅里 炼出那个这个样子 是一样的 李洪志从我们保护环境 治理大气污染的消息中 又发现了线索和素材 一会儿说 玄乎雾大的眼睛能看见 一会儿说 从微观世界降下了猎人颅里的不祥之物 趁机兜售它那套天降灾难 惩罚人类的烂调 它在天文学领域也要插上一腿 我们整个这个地球啊 围着九大行星在围着地球在转 围着银河系在运转着 整个宇宙也在运动着 一下是地球绕着九大行星转 一下是九大行星绕着地球转 李大师早就把自己转糊涂了 再说 难道地球不包括在九大行星之内吗 李大师演讲卖门票之前 至少总应该读一下小学自然课本 再请看他对月亮的论述 那个时候的这个 真大 历史到的 这个黑夜女人带来的这个麻烦 所以照顾月亮上去 第一个 可以给地球在月前带来光明 第二个 它那个月球实际上是个一气 就像现在那个航天站 俄罗斯发射到那个空间那个东西 今天 科学不但对月亮有了相当的了解 而且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 李洪志对月亮的了解甚至不比蛮荒时代的人略为高明 还想当然地以为 火星带个火字 温度一定比地球高 我们还看到许多场合中 李洪志都喜欢大讲生物学 在境界中 你比如说 我这一位的球迹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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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就是使他的心肝 动了 人类的气肝 就我看来准备说 12小时 一天12小时喝了一次 当然人就毕了 我使他两天喝了一次 三天喝了一次 一个星期我要喝了一次 那么大家想一想 他是不是 他已经就在厌场了生命了 李洪志大概从道听途说中 知道有细胞分裂这档的事 其实人的细胞一生才大约分裂50次 他的法眼却看到12小时分裂一次 还说他能叫细胞不动 几天再分裂一次 真让人无法足听 万事万物由水构成 大约是李洪志化学理论的精髓和专利 他甚至瞪着眼睛说 钢铁也能榨出水 如果他会写水的分子试 我想都不会闹出这种天大的笑话 是啊 李洪志连化学知识的ABC都不懂 可还要讲授核物理的知识呢 我们人的身体细胞 往下追查区的结局 也是存在上原子核的吧 是有原子核的 再次提为影响核的吧 而他是全身都在机关下不满身体的吧 大家想想 那个原子核怎么能够随着你 一验射他也跟个组呢 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